大家好 欢迎来到白世纪姐姐的健康课堂 我们是一个关爱菊花的小课堂 这有一点很不错的 她说我使一应就会刚炼 那应该如何做我指标呢 在直播的时候 包括平时给姐姐私信的宝宝中呢 刚炼占了很大的比例 菊姐姐曾经也是一个刚炼的患者 在去年11月6号做了手术 获得了治愈 那么到底使用来撑破小菊花 形成钢裂应该怎么办呢 当然要先处理使用了 使用有两种情况 一个呢就是我们吃的食物中 膳食显微的含量太少 那么你前面干硬的便便 冲过小菊的时候 就会对小菊造成一定的损伤 那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我前面的便便便没有排干净 那前一次的便便被留在职场里了 所以呢第二天再想要去拉这个便便的时候 它就会被重吸收过多的水酸而变得干硬 这两种呢都是使用最重要的特点 怎么解决呢 那就是尽量让我们的食物 富含膳食纤维 然后呢要补充肠道的医生菌 来处理这些食物 那么让我们的便便走到肛门口的时候 不至于特别的干硬 那怎么把大便排干净 又是一门诀窍了 比如说你原来作为大便 不容易排干净的话呢 你可以感受一下 在旷野中啊 突然间来到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森林啊 突然想拉屎 周围也没有个蹲坑 那我就地解决啊 就用这样的 堆位的救济解决的姿势来排便 那目的是增加肛脂脚 让这个便便顺利的经过直肠的弯度而排出体外 标准的排便时间就是三到五分钟 那么这一次就是实应了 真的排不出来了 姐姐姐有什么急救的办法 首先要做非常充分的肛门肌肉的放松 姐姐推荐的是利多卡伊凝胶 先抹在肛门口 那么这个抹在肛门口之后呢 就用你自己的手指轻轻地往肛门里面推 是做一个标准的手法扩肛这样的姿势 当然在做的时候可能会摸到 前面的便便好硬啊 真的是感觉特别硬 超过了你肛门容受的直径 这个时候要请出一个小帮手 是什么呢 就是开塞路或者蜂蜜栓 在便便特别硬的时候 如果已经阻到肛门口了 千万不要 我用尽红荒实力把它抬出来吧 豁上了 这个可不行啊 豁上了以后屁股受不了 所以呢要先做肛门的按摩 然后呢让这个皮肤和肌肉得到一些舒张 把我们的开塞路或者蜂蜜酸 抓紧时间推进去 同时呢这个高肾对我们的肠道来说 太刺激了受不了 就会快速地形成一些肌肉的运动 把这个便便抬出来 所以真正使用的时候 这两点都要做到 那么打完了开塞路的小菊花呢 还要安慰一下啊 它跟着你受苦了 谁让你使用呢 那把便便排完了之后 一定要注意用温热的水 给肛门进行一个疗愈 如果呢烧点花椒水 加点盐也是可以的 疗愈完了之后 用香油芝麻油 给肛门表面做打圈按摩 再在肛门里面 抹上一点点香油 起到一个保护作用 你看 就是一个使用导致肛裂 姐姐有一大堆的 这样的道理要讲给你听 都要做到 才能够避免对菊花的损伤哦 谢谢大家